同学们,我们继续上课 现在讲阴阳影响大论的第六段 也就是教材的四十一页 这一段给他做个提要 是以天人合一论养生 从天人合一的这个角度来讨论养生问题 上一段不是主要在讲阴阳吗 从阴阳的角度调节养生的看养生问题 那么这一段是以天人合一论养生问题 我先读一遍 天不足西北 西北方阴也 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 地不满东南 故东南方阳也 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墙也 地位何以然 其北约 东方阳也 阳者其经病于上 病于上 则上明而下须 故使耳目聪明 而手足不便也 西方阴也 阴者其经病于下 病于下则下盛而上须 故其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 故俱感于邪 其在上则右肾 在下则左肾 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 故邪居致 故天有精地有行 天有八吉地有五里 故能为万物之父母 青阳上天 着阴归地 是故天地之动静 神明位置刚及 故能以生长收藏 中而复始 为闲人 上佩天一养头 下项地一养足 中旁人士一养五脏 天气通于肺 地气通于意 风气通于肝 雷气通于心 古去通于脾 雨气通于肾 六经微川 长位为海 九峭为水柱之气 以天地为之阴阳 阳之气 阳之汉 以天地之雨明之 阳之气 以天地之季风明之 暴气向雷 逆气向阳 故 智不乏天之计 不用地之礼 则灾害制衣 这一段呢 主要是讲的养生问题 他在讨讨论的方法 是以天人合一 这个角度 换句话说 把人也作为一个小天地来看待 人和天地是相应的 这么一种思路 天不足西北 天 就是阳 西北方 寒冷 也就是说西北方比较寒冷 寒冷属阴 所以西北方阳不足 相对而言 它阴过手 所以天不足西北 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 天是说的阳 寄阳为天 寄阴为地 西北方是寒冷 西北方是阳气不足 所以天不足西北 就是西北方阳气不足 故西北方阴阴 所以说西北方就属阴 因为它阳气不足吧 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眼 右耳目 右耳目呢 耳目在上 本来是属于阳 但是呢 按左右者阴阳之道路 右侧 它本身又属于阴 在上的耳目 应当属于阳 但是右侧又属于阴 所以右耳目 就不如左墙 恨句话说 右耳目就不如左明 那么相对而言 在上的耳目 如果是左侧的 在上为阳 左侧为阳 所以左侧的耳目 应当明 也就是应当属阳的 而阴偏上 右侧属阴 左右者阴阳之道路吗 所以耳目在上属于阳 但是右侧又属于阴 所以说右耳目 相对来说 就不如左侧聪明 这也是一种取类 比相的方法 是吧 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了 那么西北方属阴 而人右边也属阴 属阴的阳气不足 所以右耳目 阳气不足 所以不如左侧聪明 另外呢 相反的呢 地不满东南 当然这个地 就是说的阴 东南方阴气不足 你也可以理解为 东南方地是低下 地下 所以它就不足 但是呢 实际上地 还是指的阴 阴不足 相对来说 阳气就偏盛嘛 所以说东南方阳也 而人左手足 不如右墙也 对于人身整体而言 耳目在上 属于阳 手足相对来说 就在下 在下的就属于阴 在下的属阴 如果右手足也是在下 右边也属阴 那应当右手足强 所以他说 左手足就不如右墙 也就是说 手足在下 左侧为阳 那等于说是阴中之阳 他阴不足 所以应当属于阴的 但是他阴不足 所以左手足就不强 而人右手足强 就是从阴阳多少 阴阳胜衰这个角度来想的 也有人分析说和人的大脑 左半球右半球联系起来了 联系是可以的 但是内经时候 他并没联系这个 他只是把天地阴阳 和人体的阴阳 这样一种联系 用自然界的阴阳胜衰 解释人体的 右耳目不如左鸣 左手足不如右墙 当然这个不能绝对看待 那确实也有人就是左撇子 左手足不右手足强 有这种人 相对来说还是右手足强的人多 第何以然 说是为什么这样呢 齐博又进一步解释 刚才所说的道理 看看为什么左手足不如右墙 右耳目不如左鸣 齐博进一步解释说 说东方阳野 阳者其精病于上 这个东方其实就指东方和南方 是吧 所有的阴阳之道路 东方也属于阳 当南方火热之气盛 所以南方也属于阳 东方阳野 阳者其精病于上 病于上 则上明而下虚 阳气 精气病于上 从人体来说 清阳除上窍 所以阳者其精病于上 病于上 那就上明而下虚 所以上边就聪明 下边就不足 所以呢 这个 就使人耳目聪明 而手足不便也 左边属羊 这个 使人耳目聪明 因为上边属羊嘛 左边也属羊嘛 所以是耳目聪明 手足呢 手足在下属阴呢 所以手足又不便 相反的 西方阴也 阴者其精病于下 病于下 则下胜而上虚啊 西方属于阴 阴者其精病于下 阳在上 阴在下吗 右侧为阴嘛 那么所以 病于下 则下胜而上虚 阴气有余 而阳气不足 下边胜了 所以耳目不聪明 下边胜上边不足嘛 上边阳气不足 所以耳目不聪明 但是呢 因为精气在下嘛 所以在下之手足 右侧的手足 就有力 手足便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 聚感于邪 上下都感受邪气的话 那在病态上 怎么样呢 在上 在右肾 因为上部阳气不足嘛 右侧阳气不足嘛 所以右肾 在下这左肾 在下就下本来属阴 在下左边就不足 阴气不足 所以在下这左肾 此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 所以说自然界天地阴阳 是不可能是完全的 自然有一方虚 有一方实 所以这里说天地阴阳 所不能全嘛 在上部的那就是 左侧充足 而右侧偏虚 在下部的就是右侧充足 左侧偏虚 天地阴阳所不能全也 故邪居之 那么邪际侵入的话 就往往的容易侵入 虚的那一侧 我们下边看下边那个自然段 天有经 地有行 这个经是讲的气 天主气 这个行是指指 行指 就阳气 阴行 天有经是天讲之气 地有行是讲地之指 行指 天有八极 八极是指的八个主要的节气 也就是二分二治 春分秋分 夏至冬至 还有四历 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这是自然界一年365天中的 主要的八个节气 天有八极 用这个八个节气来划分时段 来划分一年的这个气候的变化 天有八极 地有五里 五里是指着五方之地理 也就是东西南北中的五方地域 天有八极 地有五里 这是说天为阳 可以分为八极 从八个节段来划分它 地有五里 地为阴 可以分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 五个区域 故能为万物之父母啊 天为阳 地为阴 有天有八极 地有五里 这样的话呢 才有阴阳各种各样的变化 才能为万物之父母 才产生各式各样的万事万物 是说呀 天有经 地有行啊 阴阳 即使是上为阳 下为阴 但是阴阳又互有不同 有的时候阴多 有时候阳多 多当中也还不完全一样 少当中 它也不是完全一样 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所以它产生万事万物 天地阴阳啊 变化很多的 所以才能够产生 不同的事物 这是很自然的 是不是啊 有的事物啊 阳偏盛 有的事物阴偏盛 啊 也可能有的事物是阴阳都偏盛 有的呢 阴阳都偏衰 偏盛也有盛多盛少之区别 偏衰呢 也有衰多衰少的差异 因此可以产生万事万物 在这个内经的学术观点里边 有的时候 命名事物 说这个东西叫什么 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从它的阴阳 它所包含的阴阳多少 圣衰来命的名 因此这个事物的名称 是非常多的 但是命名的一个重要原则之一 那就是看它的 所包含的阴阳多少 大家熟悉的咱们中医里头 这个十二经脉里头 有三阴三阳 对不对 还有再分成手足 等等 它都是根据 这就是根据阴阳多少来划分的嘛 正是因为天有八极 地有五里 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情况 天地阴阳相交合 才能产生各式各样的事物 万事万物 所以说能为万物之父母 下面又讲 青阳上天 灼阴归地 这个开头就讲了啊 积阳为天 积阴为地嘛 青阳上天 灼阴归地 故天地之动静 神明为之刚迹 天地的阴阳变化 动静变化 神明为之刚迹 这个神明为之刚迹 还是指的阴阳为之刚迹 也就是 阴阳英相大论 开头所讲的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迹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福也 所以神明为之刚迹 同样是讲的神明之福 和开头讲的那一段话 意思是相同的 也同样是讲的 阴阳的变化了 在这里 故能以生长收藏啊 所以阴阳不断的 这样的变化 天地阴阳不断的变化 天有八极 地有五里 自然界才可以产生 生长收藏 这样不同的生化过程 终而复始 每一年 每一年都有生长收藏 那么有的时候按五计说 按五行来说 就是生长化收藏 终而复始 不停顿的变化 这是自然界的现象上 是这样 那么人体养生 应该如何呢 人和自然 是一个统一的 有机整体 天人合一 是古代的哲学观点 自然界是这样 天有八极 地有五里 有这个神明未知刚极 能有生长收藏 这样周而复始的变化 人也应该效仿天地 那样才能够有利于 健康 也就是说 养生 很重要的一条道理 就是要取法于四十 取法于自然 和自然界的阴阳变化 要适应这个规律 人体才能健康 所以他说 为闲人上配天一养头啊 闲人也是指的 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啊 上配天一养头 清阳为天吧 头为清阳吧 清阳除上效嘛 所以懂得养生之道的人 要上配天一养头 来养阳气 使得阳气 那个充实 这样的话呢 头脑才能清醒 要拙阴之气 天赛空窍 那不就是昏迷不醒了 或者头脑昏沉了吗 头脑必须有清阳之气 充养他 才能才能精明 所以闲人上配天一养头 啊 不是又有话吗 中医理论当中 叫头为诸阳之慧嘛 头为诸阳之慧 阳气都上升于头 头脑才精明嘛 啊 所以说 懂得养生之道的人呢 要养阳气 使阳气充沛 来使头脑清醒 下向地养足 取法于地 来养灼阴 使下边的阴 阴晶充沛 阴晶充沛 来养下胶 这个足啊 其实也就是下胶的意思了 下为阴嘛 足为阴嘛 要使他的阴晶充沛 这样的话呢 阴晶充足 下胶才充实 上配天一养头 下向地一养足 地为阴 要静 要稳重 要敦厚 中唐人士一养五脏 五脏怎么样调养呢 五的样 阳五脏 要像人事之间这样 合为贵 人事之间要合 五脏也要合 如果五脏不合 争起来 那就是病态 如果人事之间 社会上不合 争起来 那就是正战争 那就是混乱 秩序的紊乱 因此 合 是一种调和 是一种正常 是一种良好的现象 五脏怎么样 怎么样养五脏呢 就要想就要像那个 人事之间的关系那样 让他调和 想办法让他调和 不要让他这个分裂 不要让他抗争 所以中唐人士 一养五脏 天气通于肺 地气通于意 这也就是烟 这也就是烟的意思 天气通于肺 肺吸纳自然界的氢气 自然界的氢气 从肺吸进来 所以天气通于肺 从鼻而入 通于肺 这个地气 就是讲的水谷之气 水谷之气通于烟 实际上通过咽喉 而入于胃 天气通于肺 地气通于烟 风气通于肝 肝主东方属木 应于春季 在天为风 在地为木 在体为金 在脏为肝 也就是前面 我们讲的那段 谈到过的问题 所以是风气通于肝 雷气通于心 雷气就是火之气 通于心 心为火子 雷气通于心 股气通于脾 这个谷 可不是水谷之谷 这个谷是山谷之气 山谷 两山之间 这块盆地 这块平原 山下 那都叫做谷 这块地方呢 能够惩处很多东西 能够化生万物 脾土脾胃 也是惩处很多东西 能够化生精微 来滋养全身 就这个意义上来讲 说谷气通于脾 脾脏和那个气相通应 能够授纳 授纳万物的 授纳很多东西的 授纳惩处 然后化生精微 所以说谷气通于脾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 这个谷一定要理解为山谷 而不要理解为水谷 因为有很多同志念了中医基础之后 就是脾为水谷 精微化生地方 一看到这谷就是谷了 咱们那个内经原文都写的是繁体字 你要是水谷的谷 他应该写上这个字了 用现在这个字是山谷之气 山谷的谷 谷气通于脾 雨气通于肾 雨是水之气 肾是水藏 所以说雨气通于肾 六经为川 手足阴阳六经 可起来十二经 就好像自然界的山川河流 那样流动着气血 肠胃为海 胃为水谷之海 这个海就讲的是水谷之海 成储水谷的 所以肠胃为海 九窍为水柱之气 九窍上七窍下二窍 是水气之所柱 九窍为水柱之气 也就是九窍为水气之柱 水气所灌柱的地方 这个水气就是讲的金叶 金气 九窍虽然暴露在外 但是它是五脏所产生 金气所灌注的 前面我们这篇文章前面讲到了 说身开窍于耳 心开窍于蛇 肝开窍于目 肺开窍于鼻 脾开窍于口 等等 那都是窍吗 那都是五脏之气所灌注之处 所以叫九窍为水柱之气 咱们教教材上都有引了张介冰的柱 他说九窍为水柱之气 就是九窍是水气之柱 水气就是精气 五脏化生的精微之气 金叶 所以九窍是应该有金叶的 而且这个张介冰柱上还说了 他说耳似乎是干的没金叶 他说也有 那个耳垢就是金叶干燥所化成的 只不过不是太明显 换句话说 九窍的功能 九窍滋润不滋润 实际上是反了 反映了人体健康的状态 反映了五脏的功能状态 而不单纯是个窍的问题 不是局部的问题 所以叫九窍为水柱之气 再有呢 他又拿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来比喻人体了 说以天地为之阴阳 说天地的阴阳变化怎么样呢 说阳之汗 人体的汗 这个阳之汗是由于人体的阳气鼓动而产生的汗 换句话说 人除了汗 是需要有阳气的鼓动 阴阳别论上 素问的阴阳别论上说 阳加于阴 为之汗 阴阳别论上讲了 汗是怎么出的 他说汗是阳加于阴啊 加于阴 就是作用于阴 阳气作用于阴 而鼓动的筋液外出 这就是汗 正常现象是这么出 当然病理上 那有各式各样 但是总也离不开阳加于阴 这个基本过程 所以他叫阳之汗 人体内阳气旺盛 所出的汗 跑步跑跑步 动作生阳嘛 也要出汗 阳气鼓动了 今夜出来了 所以他叫阳之汗 这阳之汗呢 就比喻为天地之雨 就好像自然界的下的雨一样 阳之气以天地之气 封明之人体的气 人体的阳气 就好像自然界的疾风一样 行走的很 运动的很快 不停的在运动当中 以天地之气风明之 这句话啊 将来在讲 生气通天论的时候 就用上了 用上什么了呢 就是在讲这个 自然界的六气 引起人体 引起人体生理功能 改变而出现 疾病状态的时候 那么他说 阴于喝 阴于风 阴于鼠 阴于寒 阴于湿 等等 其中在这个 过程当中呢 有一句话叫阴于气 将来我们讲 生气通天论 要简告的 这个生气通天论上有啊 说阴于寒 出现什么发热 什么等等症状 没汗 阴于鼠 又出现鼠病 阴于湿 又出现什么病 最后下面出个阴于气 那么有的住家 根据前后文例上说 前面说阴于寒 阴于鼠 阴于湿 这怎么就阴于气呢 说这个气就是风 为什么说是风呢 说阳之气 以天地之气风明之 所以说是气 也就是天地之风 也就是风 有的住家 就根据这句话 来注解那个 所以我在这先提一下 就是人体的阳气 就好像自然界的季风一样 换句话说 把人体的阳气 可以说成自然界的风 以天地之季风明之吗 叫做风吗 因为人和自然界是相通的吗 人是一个小天地吗 所以天地有山川 人也有山川 川是经脉 这个这个鼓就是脾 山鼓就是脾 对不对 自然界有雷 雷就是这个暴气向雷 等等 哦 下面暴气向雷 人体发怒之气 叫雷霆之怒嘛 中国的传统上 习惯用语 就这么说下来的 笑话像雷一样 逆气向阳 这个逆气向阳 是指的阳热 火热之气上炕 火热之气上炕 这叫逆气向阳 阳气是比较向上的 阳气是热的 这个逆气是火热之气 人体的火热之气上逆 换句话说 这是抗于上的火热 暴气向雷 就人体的暴怒之气向雷 但是火热之气 它容易上炕 为什么火热之气容易上炕 是指什么呢 火本身是上炕的 火性炎上吗 但是呢 这不是联系到情质的改变吗 暴气式的暴怒之气啊 像雷呀 情质的改变 欲酒都可以化热 所谓 所谓五欲化火 五欲或者说五智 五智之欲 情绪 喜怒悲悠孔 都可以欲而化火呀 所以不由后世 就五智化火之说吗 密气向阳啊 这不是把人体的这个怎么样养头啊 像像天一样啊 上佩天 像天一样来养头 下向地一样来养足 中旁人士来养五脏啊 然后又讲天气通于肺 地气通于胭 天是自然界清气 从肺洗 从鼻而吸入于肺 地气通于胭 是讲水骨精微之气 通过胭而到达于肠胃 风气通于肝 雷气通于心 骨气通于脾 雨气通于肾 六经为川 肠胃为海 九孝为水柱之气 以天地为之阳 阳之汉 以天地之雨明之 阳之气 以天地之气 风明之 抱气向雷 逆气向阳 故智不法 下面 治病 诊断疾病 这个治啊 包括诊断 包括治疗都在内了 不法天之计 如果不按照 天地这个自然规律 去诊断疾病 去治疗疾病 也就因时至疑的问题 不用地之理 不根据自然界的 环境的改变 东西南美中 五方之理的变化 这灾害之一 也就离开时间 离开地点 那样再去诊断 疾病 治疗疾病 那没有不出错的 不但不能治好病 反而引起灾害 这不是吗 人的生命和自然界 是相通应的吗 人的生命就和自然界 天地阴阳 是一样的规律吗 它是这么看待问题的吗 天人合一的吗 那么因此 诊治疾病的话 就应该根据时间的不同 季节的不同 根据五方地域的区别 来诊断 来治疗 这样的话才是正确的 否则 必然出现不好的结果 所以说灾害致疫 这一段呢 从最后一段 所谓故天有经 地有行 天有八级 地有无理 不能为万物之父母 等等 一直到结束 这段我认为是应该背下来 理论重要不重要呢 重要 好记不好记呢 好记 没什么不好记的 但是这是最基本的东西啊 而且这里最容易出错的 就是骨气同一匹的骨气问题 我之所以这么说 几次考研究生 考博士 让他把这一话给我解释解释 骨气同比 多半都解释 水骨之气了 脾胃是化成水骨精微的地方 那前后文艺不通了 水骨精微怎么跟雷连续成了 怎么跟雨联系成了 怎么跟山川大海联系成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一段吧 这个理论是很重要的 尽管它比较好记 你说直接到联系 看病上去这个不直接 这怎么拿这个直接怎么去看病 我说是不直接 但是这个理论 那它是很重要 不是直接的 但是间接的作用很重要 树立起这样一个思想 认识问题的方法 是很重要的 这一段呢 就是讲了这样一个主要的内容 咱们这个理论阐释当中 讲了一个天不足西北 地不满东南 这个我在讲解当中 已经讲清楚了 再有一个就是 关于取类 取向比类的方法的研究问题 所以它把人比喻成一个天地 当时用取类比向的方法 这个自己看一看 就是可以看得明白 下面第七段 也就是43页这段原文 这段给它提要一下 诊治疾病必求营养 以及早期治疗 这段呢 是讲的 诊治疾病必求营养 也就是开头所说的 治病必求于本 所以治病 这叫诊治疾病必求营养 以及早期治疗 有病要早期治疗的问题 我先读一下 故邪风之治 急如风雨 故善治者治皮毛 其次治肌腑 其次治筋脉 其次治六腑 其次治五脏 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故天之邪气 敢自害人五脏 水谷之寒热 敢自害人六 害于六腑 地之湿气 敢自害皮肉筋脉 故善用真者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以右至左 以左至右 以我之笔 以表之理 以观过于不济之理 见微得过 用之不淡 善诊者 查色暗脉 先别阴阳 沈清卓 而之不分 试喘戏 听音声 而之所苦 观权衡规矩 而之病所主 按尺寸 观浮尘滑色 而之病所生 以至无过 以枕则不失忆 这段还是要背 下面我串讲一下 邪封之志 这邪封是代指六阴 因为封为六阴之首 百病之掌 所以以邪封 来代六阴之气而言 也就是外邪侵入人体 激入风雨 是很快的 六阴之邪侵犯人体 它是很快的 但是呢 它有一个侵犯到人体之后 病情有个改变 有个发展 或者叫做一个传变的过程 激入人体是很快的 所以既如风雨 它侵犯人体 有一个传变过程 它首先侵犯的是表 所以说 故善致者致皮毛 所谓善供致胃病 那么这个致胃病呢 也包含早期治疗 防止它继续传变 所以善致者致皮毛 善于致病的 高明的医生 致皮毛 当邪气侵犯在皮毛的时候 他就已经给他治了 早期治疗 那么换句话说 邪气侵犯 外邪侵入人体 首先是侵犯皮毛的嘛 其次治疾腹 差一些的医生 那就是等病邪 从皮毛已经侵入到肌腹 稍微深一步了 治疗 那么这个时候 能够发现疾病 能够治疗疾病的医生 也不错 但相对能够 治疾腹的医生来说 已经是其次的了 再其次 治疗更晚一些 那么疾病呢 又传变到筋脉了 从皮毛而肌腑 从肌腑而筋脉 治疗有先后次序 反映出来 疾病传变 有这样一种过程 那么再差一些的医生啊 就等病更重了 传入到筋脉了 才开始治疗 再差的就传入到六伏了 最差的医生 等到这个病 已经到达五脏了 很深了 到五脏 就反映说病位 已经相当深了 从皮毛肌腑 筋脉六伏 到五脏 到五脏很深了 这很晚了 所以是最次等的医生 所其次治五脏 这最次等的医生 等到到病五脏之后 才看到疾病 才知道给人治疗 治五脏 只要半死半生也 为什么说最后 算次等的 最差的 因为到这个时候 病已经身重了 痊愈的机会就很少 治疗起来就很困难 所以治五脏 治五脏者半死半生 最后结果就是 不像那个 在皮毛那样容易治疗 所以治五脏者 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 故天之邪气 这个天之邪气 是外来的风雨之气 风雨之气 从上边来的邪气 风雨不从上来吗 天之邪气 感恩就侵犯人体了 感恩则害人五脏 为什么天之邪气 感恩则害人五脏呢 因为那种邪气是无形的 所以能够深入到五脏 我现在只按文字 这个过程先讲一遍 天之邪气无形 所以容易深入五脏 天之邪气 感恩则害人五脏 水谷之寒热 感恩则害于六脏 饮食水谷 伤人的话 首先或者容易伤六脏 因为六脏是传导水谷之道路嘛 是吧 传话纹不藏的嘛 所以水谷之寒热 也就饮食不当 伤害人体的 首先伤害人的六脯 地之湿气 是在下之湿气 刚才我说风雨从上寿 下边说湿气从下生嘛 所以感恩害人皮肉筋脉 湿血 使阳气不能正常的运行 阻恶阳气 使皮肉筋脉 受到损伤 我刚才说的 我是现在按文字啊 这样讲一遍 这种情况有没有 有的 天之邪气 赶在害人五脏 水谷之寒热 赶在害鱼六脯 地之湿气 赶在 赶在 这个 害皮肉筋脉 这个过程 这种情况 是存在的 但是话说回来 就是在 词文当中 还另外有一篇 说法跟这个 大体是 大致是相反的 也就是说 他说风雨 天之邪气 赶在害皮 皮肉筋脉 皮肤 然后说 水谷寒热 可以伤人五脏 这是为什么呢 同事内经 对个同一个问题的看法 就是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 可以说完全不相同 我在讲 咱们这个概论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 也是反映出来 内经作者 不是一个作者 虽然他们总的思路 总的学术体系 思想方法是一致的 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的 提法上 是不一致的 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那么后世一家张奇 在素问世议 这部书上 张奇 在著素问世议 这部书的时候 他说呀 这是相辅相成的 实际上 这两种情况都有 风雨 也可以伤五脏 风雨 也可以伤肌表 水谷之寒热 可以伤六腑 水谷之寒热 也可以伤五脏 他说两相 两者相成 就是本篇说的话 和另外一篇说的话 不一致了 这相辅相成的话 实际上都可以改 这么一种解释 所以我在讲 咱们内经的概论的时候 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认为 内经是一本书 一本书 所有的话都一致 那可不见得 不同的角度 从不同的角度 来说这个问题 下面呢 就是讲到 具体的治疗问题 治疗当然还是个原则 还是个原则 治疗原则的问题 说善用真者 善于 以真次治病的医生 要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这个阴阳可以理解为 阴阴阳阵 也就是说 从阴阵来治疗阳阵之病 从阳阵来治疗阴阵之病 教材注释上 引张志聪 素问极注的话 说从阴阵而引阳阵之气 从阳阵而引阴阵之邪 反正就是讲的是 阳阵有病 可以治阴阵 阴阵有病 应该考虑到 从阳阵治疗 所以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 还有一种解释 阴是指的藏 阳是指的福 阳上善的太素 阳上善的太素 他在注这句话时候 就是这么注的 就是说 藏属阴 福属阳 辅须 要补藏 这就是说 从阴引阳 藏食 应该谢福 他说这叫从阳引阴 肝有病 肝食症 要泄胆 胆虚症 要补干 那么阳上善呢 就是这么个助法 也可以 从阴经阳经考虑度 可以 从脏腹阴阳角度考虑 也可以 所以作为 从阴引阳 从阳引阴呢 那么具体到 使用上当中呢 可以有不同的考虑 但是从原则上 那都是 以阴阳相关 来进行治疗的 以左至右 以右至左 这是人是一个 统一整体呀 虽然是有左右之分 但是左右经脉 都是相同的 摄氏经脉 分左右两侧 所以左侧的经脉 可以治右侧之病 右侧经脉 可以做 治左侧之病 而且在内经里头 专门要有两种刺法 一个叫聚刺法 一个叫六刺法 内经上 专门有这么两种刺法 六刺和聚刺 这两种刺法 具体来说 就是左刺右 右刺左 并在左 取右侧穴位 针刺 并在右 取左侧的 穴位 针刺 它俩的区别在于 俱刺法 是刺 经脉 病位比较深 六刺法 六刺法 是刺 勒脉 比较浅 这都是 左刺右 右刺左的 在临床上 我们也看到 一些真究医生 在治疗病的时候 经常 左刺右 右刺左 颜面神情麻痹 歪了 或者半身不随了 他们有时候只换策 有时候也只见策 这都属于右刺左 左刺右 所以 以左至右 以右至左的 这个 治疗的 治疗的原则 以我之比 以表之理 以我之理 就是所谓 知常答辩 我是属于常 比 就是所的变 我是说 健康的 正常的 比 就是说是病态的 所以叫 以我之比 也就是以正常的 来推论 那个不正常的 以正常的 来分析 那个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程度 或者说 它是不是不正常 那就要 以我之比 以表之理 从外边来推测 里边吗 看到外边 就应该知道 它里边的变化 以观过于不济之理 分析太过 是有余 是不足 观察 其 太过 以济不济 分析它这个问题 见微得过 用之不待呀 见微就看到 微小的变化 就知道他 病 疾病了 过 其实 过 其实指着病 人之有病 如事之有过 人有病了 就好像事情 做错了一样 所以叫做过 见微 见到微小的改变 就知道他 病状的情况 疾病的情况 换句话说 也就我们常说的 见微支柱 看到微小的变化 就知道他显著的东西 显微支柱 换句话说 这又是指着 早期诊断 看到微小的变化 就知道他有病了 这样的话 就用之不待 在治疗疾病的话 就可以不出现错误 休息一下 就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